橘紅色的鮭魚肉 一切開製成厚厚的生魚片 不少饕客都愛這一味 不過中國從六月中開始 宣布要暫停進口臺灣石斑魚 三千六百公噸產量告急 農委會主委乘以擊中 就要民眾少吃鮭魚就石斑 知道鮭魚現在多少價格嗎 每公斤三百多塊 非常貴 那為什麼不吃我們的石斑魚 如果每一年有進口 兩三萬公噸的鮭魚 而且是大老遠的 從國外進來的話 那有許多的碳足跡 主委強調鮭魚單價從兩百元 漲到三百元 要民眾多吃石斑 只是這一番話 引來業者替鮭魚打抱不平 全球最大供應商喊冤 在臉書幽默回應 鮭魚臭了嗎 改名類石斑 拜託不要不吃我們 用了一些比較枯手 和威脅的方式去做回應 主要是也是希望民眾 除了就是多吃石斑魚 也能夠不忘鮭魚的存在 我覺得這兩個 根本就是不同的東西 基本上生魚片 可以做燒烤的 烤它的魚下巴 它的頭也可以做火鍋 然後甚至我們也可以做鮭魚松 拿來炒飯 其實用途蠻廣的 蠻替鮭魚打抱不平的 日料業者也解釋 鮭魚跟石斑用途不同 鮭魚能製成生魚片 烤鮭魚 石斑因為生吃肉質較硬 不適合製成生魚片 比較適合煮火鍋或清針 光是單價兩者 就已經差別那麼大 那怎麼怎麼可能拿來比 石斑魚要有辦法做成日式料理 比方說生魚片這樣 我覺得還是要請政府 國人先稍微真的認真 動動腦去想一下 小吃鮭魚 到底能不能就石斑 就看國人挺不挺 也意外引發鮭魚石斑大戰 三連續維修中央雜血排北報導